咱们今天再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 他问我说这个混音插件 有的时候有这个mono 就是单声道 还有stereo立体声 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什么 单声道是不是在人声音轨上用 立体声是不是在总线 或者母带上用 我的理解对不对 OK 其实有这个问题的同学还挺多的 好多人问过我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接着个机会呢 讲一下你的速度软件里面的 单声道立体声音轨 以及用什么样的插件 在他们上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先要讲一些基础的概念 就是你的速度软件里面的音轨 本身自己处理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只讲单声道和立体声 你当然还有什么 像Dolby Atmos之类的那些音轨 咱们就先不在这个视频里带过 我们先说单声道和立体声 一般来说你速度软件里面的音轨 就这两种 单声道只处理一个声音 立体声处理两个声音 只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我们管它叫立体声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见了一个单声道的音轨 同时呢 我们的声音输入的状态 我们的声音有单声道的声音 有立体声的声音 那也就是一个声道和两个声道 我们来看一下单声道的音轨呢 如果你输入的是mono 进来 那它必然就是一趟线 下来就是mono 输出的也就是mono 如果你输出给它一对立体声 左和右 你把一个立体声的声音 放到了一个单声道音轨状态的音轨上 它最后输出的就是这两个合并在一起的mono 我们先没有谈任何中间的插件的问题 先要搞清楚这个单声道和立体声的概念 那下一个呢 立体声音轨 如果是立体声音轨 我放一个单声道的声音 它输入到音轨里边呢 它会变成两个声道 左声道右声道 然后呢 会顺着 一直输出下来 输出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左和右 但是 这个时候左和右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形状看上有点怪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继续 左声道和右声道是一样的 所以你听起来 你把单声道放在立体声的音轨上 听起来还是单声道 只是从技术角度讲 它确实是立体声 因为有左有右 那如果你有一个立体声的音轨 放进来 左和右 左边走左边 右边走右边下来 你从上面输入的和下面输入得到的 就是一样的 因为你上面是左右声道 下面是左右声道 知道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要开始引入插件的概念 这个同学问的问题是说 我单声道的插件和立体声的插件 该怎么去用 我来解释一下 先回到我们单声道音轨的状态 单声道音轨 你只能把声音全都变成单声道 那你用单声道 用立体声其实是无所谓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输入进来的声音 到单声道的插件 下来是单声道 你输入立体声 哪怕你用的是立体声的插件 最后出来也是单声道 你的音轨只能输出单声道 最后就会并在一起了 所以说如果你在单声道音轨上去用 不管你输入的信号是立体声 还是单声道 你用立体声或者单声道的插件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它们在进入你的插件之前 就已经全都变成了单声道 你的音轨也只能输出单声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你不需要考虑 任何你用什么都行 单声道的音轨 你用立体声用单声道都OK 再下来 如果我是用单声道的信号 输入给了我的一个立体声的 绿色的立体声的音轨的话 我输入进来的状态是这样 先拆分两轨下来 然后单声道的插件 同时只能处理单声道 它会把所有它接收到的信号 先并轨并成单声道 处理完了以后再输出单声道 但是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立体声的音轨 所以你的音轨 会把单声道输出出来的声音 单声道插件输出出来的声音 变成左和右 你仍然得到两个信号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两个信号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从技术上来讲 你听到就是一个单声道的 在中间的单声道的声音 那如果我有一个立体声 会怎么样 跟这个非常的像 左和右 在进入这个单声道插件的时候 它会并轨 直接进到这里边 输出出来 就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那两边是一样的 所以听起来 也是一个单声道处理的结果 那你左边和右边 就会混在一起了 比如你左边有个琴 右边有个鼓 最后啪一叠 中间就变成了一个 单声道的声音出来 再往下我们来看 立体声的插件 有两种情况 一种我们叫monoin 或者叫sam sam是什么 是并轨 就是当你输入 一个单声道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插件会把所有 它接收的信号 全都先变成单声道 输入进来 然后再把它变成立体声处理 很多经典的 混响插件是这样 它先sam 先把你的进来的 那个立体声音轨 先并成一个 然后输出出去 就跑到左 跑到右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如果给它 一个立体声的音轨的时候 它会直接sam进去 左和又混在一起了 先把左和又混在一起 叠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mono 变成一个单声道的音轨 再通过的插件 去处理出一个 立体声生产的关系 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 左边如果有个吉他 右边如果有个鼓 你的混响混出来的声音 是带混响的声音 但是吉他和鼓 在左和右都会有 因为它是靠它的插件 做出一个空间感 它已经在进插件之前 把你的琴和你的鼓 都变成单声道 然后再处理成立体声 这种插件 你要注意的是 你得不到一个 你给它的声长的感觉 你说你左边判好了 右边判好了 你给它的时候 它全都给你弄在中间 然后再混出空间感 那再往下一种 叫du mono du mono的话就是 两个单通道的 处理的插件 分别处理 我们先看 左和右 假如左边是琴 右边是鼓 输入进来 它就在左边 输出出去 你的琴还在左边 右边鼓 输入进来 输出出去 鼓还在右边 它保留你的声场的位置 左通道和右通道 完全独立处理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你左通道 只有一个琴 你的立体声声场 做出来的效果 它琴会在左边 你右边只有一个鼓 你的立体声的插件 处理出来 鼓就在右边 它们之间不会改变 除非你的插件里面 有一些叫 cross talk 或者是reverse 之类的一些 处理的功能 否则的话 它们就是单通道 完全的独立开 当然了 从某种程度来讲 如果有cross talk 它也不叫du mono 它可能就叫stereo 那如果是单声道的 还是那句话 单声道的 当然我这个 第一个图画错了 我应该是这样画 应该是这样下来 这样下来 因为单声道 它进到立体声音轨式 变成了两边 左边右边各一个 然后进到 du mono立体声插件 然后再出来 回来到这边 但是你听到的 如果你这个是 一个混响插件的话 你听到是有空间感的 因为组合又会 出现空间 出现延迟等等的 但是你听到 就好像有 立体声声长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混响的插件 你听到就会有 立体声声声长的感觉 所以理解了这些以后 你就知道 单声道的音轨 可以做什么 立体声的音轨 可以做什么 同时单声道的插件 和立体声的插件 你在使用中 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如果你用的是 单声道的音轨 本身这个音轨 就是单声道的 那你用单声道的插件 和立体声插件 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随便拽 拽进来一个 它不会改变任何的东西 它也不会给你 做出一个立体声 那如果你用的是 立体声的音轨 你拽一个单通道的 mono的插件进来 那你最后输出的 就一定是mono 如果你放一个 立体声的插件进来 你就要知道 这个立体声的插件 它是先sumtronmono 输出立体声 还是独立的 立体声的版本 我很少把一个mono 拽到音轨里面去 因为会避免 很多的时候会避免错误 有的时候 不小心拽一个mono 到立体声音轨 我这个声音就变了 我自己可能还没有太觉得 然后慢慢慢慢 还要去排查错误等等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吧 希望能够回答 这个同学的问题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上 拜拜